哈囉朋友們 我現在要離開曼谷 然後去參觀榴蓮園 然後我要去的府呢 是叫做妝他五里府 它就是榴蓮的產地這樣子 那這次我的主要行程呢 就只有參觀榴蓮園 所以呢我的裝備 我的著裝呢都是 我會選長褲啊 然後我要選一個外套 長袖的外套這樣子 把自己的皮膚稍微造起來一點 因為在榴蓮園裡面呢 就會很多昆蟲或者是會有蛇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這次呢就是非常的道地的 深入榴蓮園內部這樣子 那其實我也從來沒有在這個季節 去參觀過榴蓮 因為這個季節是屬於榴蓮還是小寶寶的時期這樣 那這個時期呢 在榴蓮產業鏈裡面 大家都會很積極很火熱的去參觀榴蓮 然後去包園這樣子 那我自己也還蠻好奇的 所以我就想要去參與一下 然後去參觀一下這樣子 然後想說說不定可以拍個影片 去看一下這樣 記錄一下我這一趟參觀榴蓮園的奇遇記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遇到什麼事情 我當初有聽到有些人說 有些榴蓮園呢很可怕 可是好像進去裡面就覺得非常陰森 感覺就是有鬼之類的什麼的 然後有的榴蓮園呢就是地勢 非常的崎嶇不平等等的 反正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榴蓮園這樣 那我也不知道我這次會遇到什麼樣子的榴蓮園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這次我要去去幾天這樣子 不知道是有什麼等著我這樣 好 那我們就出發 如果說它成熟度在75左右的 或者低於75 百分之75那那頓典分齁 等著我去看 爸爸有飯嗎 我有 有飯人咬嗎 飯狗吃飯 好嗎 到莊卡烏里府已經是晚上了 然後都沒有吃東西 所以就挑了這間小攤販 買他的康芒蓋來吃 我不確定我會不會吃得飽 所以我決定來隔壁的Lotus 再找一點食物去飯店吃 這是我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樸實 然後我剛一進來的時候就發現床頭上面有一隻很大隻的喇牙 還好最後把它處理掉了這樣 非常簡單的一個房間 真的太趕了今天早上 現在來買一杯咖啡而喝 這家咖啡廳在播佛景 今天早上非常非常的感受 我根本來不及在住的地方拍什麼影片 然後我們現在就停在路邊買一杯咖啡 就準備上路了 就是這樣子啊 好像快死快死快死的 你知道嗎 就哭水啊 現在要來吃鴨肉麵 這家非常的好吃 我很期待 它還有這個苦瓜湯 早餐吃得好豐富喔 然後我點的是鴨肉麵 但是它這邊有鴨肉飯 它烤鴨超好吃的耶 超好吃的 我們剛剛呢 就在大馬路旁邊吃這一間烤鴨 這間烤鴨真的超級好吃的 咪咪 咪咪 你太可愛了 我要過去旁邊囉 要不要一起過去 走 一起過去 啊妳好乖喔 這隻寶貝咬我的腳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累了吧 累了喔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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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坐四個墓室貝咪 tyr 我會不會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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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不要再一直跟著我 這隻狗超級兇的 剛剛我一進來他就一直廢我 超害怕的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這裡的 都是榴槤的樹 哈囉大家 我現在呢 站在 榴槤園裡面 這裡面的路都超級不好走的 所以我 走得有點艱辛 這根本就沒有路 天 然後前面 全部都是果樹 跟大家介紹一下 前面這台呢 就是榴槤專用車 但是現在他們在上面放音樂 這樣子 榴槤園裡面有好多狗 我真的有點害怕 而且他們這個狗都 非常的健壯 我剛剛看到了一個 好小的一個 好刺喔 這個比我手還要小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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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榴槤園 你看這榴槤園有多小 超級小超可愛的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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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太晚了 拜拜 拜拜 這家沒辦法吃了 這是我們今天要住的房間 非常簡單也是一樣非常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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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